在我讲了一期Hi-Res音频 兴高采烈地跟大家剖析完它有啥优缺点之后 QQ音乐就把Hi-Res音频给下架了 取而代之的是真屏母带 那这究竟是啥 今天如同以往 我们一起来硬核看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QQ音乐官方 对真屏母带是怎么描述的 真屏母带2.0 可以为SQ无损品质的歌曲 达来52%到55%不等的音质提升 那如果是玩音频的同学 看到这里应该开始笑了 音质是一个主观的无法量化的词 我们可以说采样率提升了55% 文件变大了55% 但如果你说音质 就好像你去吃饭 然后以本正经的说 这道菜的美味比上次来的时候提高了55% 那就是这种感觉 关键是QQ音乐还说的是52%到55 那当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工匠精神的数据时 我就好像听到我的大举一本正经的说 它要教我寿司之神二郎的秘方一样 第二 在音频词标上 真屏母带的标准是24bit 192K 那关于采样精度和采样率具体如何影响听感 我们之前在聊Hi-Res时已经把整个逻辑剖析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这次我直接说结论 24和16的区别是什么 24能提供比16更高的动态范围 具体来说 24可以提供144左右的动态 而16bit只能提供96左右 所以24听起来比16更精细咯 如果这是正常听歌 它俩听起来没有区别 为什么 明明24比16多了8个bit 打开比方 如果24bit是3.1415926 16bit就好像是3.14000 如果以听歌为需求 展现出来的都是3.14 14后面是什么 根本不重要 如果我耳朵特别灵呢 不是灵不灵的问题 听歌花不完96的动态 要花光96的前提 是把音量开得特别大 大到滞聋的程度 那不是在听歌的 那24bit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录音混音这一类 需要对音频数据反复操作 又计算的场合 在延续上面的例子 就好像我要把3.143掉 然后又要把后面的15926 放大来处理一样 此时24bit提供的精度 就很有必要 最终结论是什么 对于听歌来说 16bit够用 够用的意思 不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耳朵 不够零所以够用 而是以听歌为目的 人 花不完16bit提供的动态 导致16和24听起来没有区别 接下来 采样率 同样因为之前的视频 已经做过论证 所以本期使说结论 高采样率这项技术有意义 但不是文件采样率越高 就音质越好 高采样率和CD标准采样率 听起来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接近20K的超高频 中频和低频没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因为提升采样率提升的是能采到的频率上限 听歌角度说 没有区别 理由是48K已经能完整展现20K以下的内容 当采样率高到属于完整再现20到20K的信息时 再提升采样率就没有意义 别急着干 我说的是听歌的角度 因为多出来的超声波信息 人听不见 因为听不见 所以没意义 如果我耳朵特别灵呢? 人听觉上限是20K 这是今天讨论的大前提 如果你不认同 那上面所有推论全部坍塌 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来说 没有意义 我可以听不见 但文件多记录了那么多超声波信息 总归有好处 不仅没好处 还可能有坏处 坏处是潜在产生互调失真 互调失真是AB两个频率 在经过非线性系统时 会生成一个新的C频率 你用来听歌或者制作的硬件 都是非线性系统 设备越烂 非线性越明显 互调失真程度越高 这个坏处产生的逻辑是 你保留了一堆听不见的超声波 在最理想最线性的情况下 它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但一旦发生了互调失真 它们会生成一堆新的频率 这堆新的频率中的大部分 对你来说也没影响 但其中一部分 有可能跑到20K以下 从而让你的音频失真 所以有部分老少口口声声说的 它们听到20K以上的东西 谁知道它们听到了 是不是互调失真呢 那么这件事如何解决 更换好设备答案是个思路 设备越好线性越好嘛 不过为什么不是从根源解节 从源上就不要保留 那么多没用的超声波呢 我还是认为采样率越高 音质越好 你知不知道 声卡内部的ADC 都是以极高的采样率在运转 那可比192K高出M倍不止 而且高采样率还可以通过 噪声整形 把噪音移到超高频 从而提升性噪比 这些还不能证明采样率越高 音质越好吗 那么ADC结束后 声卡为什么又要把采样率降回来呢 那如果采样率越高音质就越好 那就应该保留ADC内部的采样率嘛 那么高级的音质 那声卡为什么要自费武功 自己降低采样率呢 这是不是刚好相反证明了一点什么 那关于噪音整形 你自己都说了 挪到超声波的是噪音 那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存起来呢 人家费尽心思 把垃圾扫到角落 尽量不要影响你 你为啥还要把它当成宝一样留下来呢 那高采样率这项技术 和保存高采样率的信息 并认为它音质好 这是两回事 那说明一下 以上采样精度和采样率的结论 在之前的视频中 都有个相应的实验和论证 OK 我们再看看 除了这两者 真评母带还做了什么 运用全新的声学和神经网络算法 极大提升歌曲音质 得 直接黑箱无法分析了 于是我这巨资 购入了一首 倒箱 下载 然后把SQ无损版 和真评母带版 通通拉入我的软件中 进行横向对比 首先 它们在本地的文件都是FLAC 真评母带版是24192 这跟它们的宣传相符 无损版是1644.1 这跟CD标准相符 注意 真评母带版的20K到96K 这段超声波是有内容的 而不是简单修改了无损版的采用率 接下来我们准备做一个反向相效的实验 跟不太熟悉这个实验的朋友科普一下 由于音频的波峰和波谷会相互抵消 所以如果拿两个一模一样的音频 把其中一个反向 再把两个音频叠加 进结果就会变成没有声音 所以在这个实验中 如果两个音频越相似 结果就会越小声 如果它们相似到极点完全一致 结果就会没有声音 如果两者完全无关 结果基本就跟两鬼同时播放一样 反步反向没有区别 那以下是实验的结果 你听不到 那当然了 因为它的响度接近-40LOVES 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LOVES 可以看我之前介绍响度的视频 或者你近似的理解为RMS-40dB也行 OK 那么这就是真评母带2.0 带来52%-55%的音质提升 为用户带来更加纯粹的听感的部分 那接下来 我们把实验结果手动提升几十个dB 来听听这个差别究竟是什么内容 第一 高频为主 第二 高频打击乐的顺态和音头 比如Hi-Hat和君鼓的高频部分 那这一点跟我们前面分析采样率那部分的结论是一致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反向相效实验只能输出两段音频不同的部分 我们不能理解为这是音频A有而音频B没有的部分 因为重采样以及各种效果器的计算 都会导致两段音频发生差异 实验只是客观地告诉你差异是这个 我们不能认为说无损版缺少了这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真评母带版的频谱 20K以上的部分丰富饱满 而无损版就算重采样到192K 20K以上的部分依然空空荡荡 这就说明真评母带肯定改了点什么东西 没事 咱也来点科技很薄 20K以上一键满上 再接下来我们对两个版本做响度分析 因为发现基本上所有数据是一样的 只有一项数据差别比较大 2PIC 这从基本相差了一个DBTP的情况看 这应该不是设量无差 这就说明真评母带又额外做了一次轻微的压线 不过咱有一说一 真评母带这个操作的本意 并不是为了提升响度或者是减少动态 因为它们基本没变化 那它们主要是为了让2PIC看起来更健康 那么这个操作好不好 我很难说 首先按正规流程说 这种操作应该在制作时做 而不是发布后平台来做 第二 这个操作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理由是改动的幅度比较小 第三 这个操作确实让2PIC更健康了 如果你不太明白上面说的2PIC LU 同样推荐你看看我之前关于响度的视频 做到这一步 我产生了更大的好奇心 于是我再一次测巨资 购买了我自己制作的主语 注意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音乐 意味着 圆是从我这发出去的 那首先 这次的无损版变成了2448的FLAC 这跟我发出去的圆是一样的 我拿无损版和我本地的Wave 做反向相消实验 结果是 完全抵消 这就说明 无损版就是我的圆 而它和真凭模代版的对比结果 跟到相相似 反向相消 产生了大约-40LOFT的内容 那在响度分析中 无损版的TruePick 比真凭模代版小 那是因为我的圆 当时就是按照-1DBTP的标准来做的 那这就进一步佐证了 真凭模代版确实实用了压线器 它不仅为了高于它的标准进行压低 就像倒下 它也为了低于它的标准进行提升 说到这 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关于修复 在互联网早期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带宽昂贵MP3横行 大家都听有损压缩音乐的时代 那在这样的语境下 我们谈修复 那按照QQ音乐的原话是 通过AI技术去修复音频 在传输 压缩 有损 编码等过程中造成的音质损失 对音源的低频进行修复 再还原高频代的频谱 那么我带入QQ音乐自己的逻辑 修复是以原始的 我们暂定为100分的音质为目标 对有损的 比如90分的音频进行修补和还原 把音频修成一个90到100分之间的状态 注意 刚刚这句话是根据QQ音乐自己的逻辑推导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逻辑 音质的排序就应该是这样 真品母带就应该介于普通音质和SQ无损之间 因为真品母带是一种修复 是一种介于90到100分之间的状态 注意 这不牵扯到音频概念 这是逻辑 如果你说 修出了大于100分的结果 那不是技术是否可行的问题 那叫不符合逻辑 第二 我们在历史上存在一个模拟时代 是音乐在生产的过程中 先会产生一种原始的 音质被认为是100分的母带 那这份母带作为最原始的母版 是保存在唱片公司内部不公开的 在发行阶段时 由于各种转路 有技术的限制 那实际交付到大众手里的质量 已经达不到100分 那在这种语境下 才会存在一种说法 母带是音质最好的 以及才会存在说 有人尝试去改变渠道 拿到更原始的 更接近母带的版本 但那是之前的故事 在当今 生产管线已经变成了 生产端纯数字交付 消费端在线数字聆听 网络带宽 完全不成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制作方提交到平台的源 也就是大众听到的源 也就是音质100分的母带版本 前面主语的实验 无损版跟我的本地WAVE 完全反向相消 也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更为逼真的 还原母带的高保真度的声音 那我就不理解了 都2023年了 还有什么理由 让你听不到母带的声音呢 那既然你听到的就是母带 那你在修复什么呀 它又没坏你修它干嘛呢 你去动它 那就不是修复 那应该叫修改 那有些朋友可能要干了 那对于老专辑 修复不就有意义了吗 那刚刚我说了 修复是以原始的母带为目标 那些老专辑的母带 都在唱片公司内部没有公开 没有目标的乱修复 那不一样是修改吗 那说到这又引出下一个问题 音乐被生产出来之后 那其他人包括平台 有没有权利修改员 那如果你认为有 相当于你默认了 混音师母带师的工作没做好 所以才需要你来二次修改 那我们确实存在这样有可能性 就个别歌曲 比如说制作的时候高频没给够 这个时候有人二次修改提升了高频 确实可以让歌曲听感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变得通用化 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来改一下音频 那这样还需要母带师干嘛呢 对吧 你觉得周杰伦的母带师 会感谢你改了道箱吗 那尽管不同混音师母带师技术高低不同 但从流程和方法论的角度 我们依然要认为 经他们手里出来的品质 就是满分的状态 因为他们是整个生产链条上的 受训过的耳朵 比较专业的技能 相对标准的坚定环境 当然 你自己调完可以说更适合你自己的口味 那这个就像放在餐桌一角的 给你自己调味用的辣椒油一样 你自己喜欢吃辣 你可以加 但是你不能给平台所有全部东西 集体加辣 然后告诉用户 这才叫更好 更别说 你还是让一个机器来集体加辣 这里面连一个专业厨师都没有 好了 如果你想了解本期提到的 关于采样率 采样精度 响度 量化噪音 HIRIS等等这些音频的知识 欢迎你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